山上蓋了一塊黑布沒營業 但牆上滿滿寫著 台灣之光的獎狀 還是讓人一眼就看出來 這是陳樹菊阿嬤的菜攤 隔壁擺攤的其他店家表示 從過年後就沒有看到陳樹菊 原來樹菊阿嬤二月初 傳出盲腸破裂昏倒 被緊急送醫進行開刀治療 當時消防人員破門搶救 發現樹菊阿嬤吐得滿地 全身貪染倒地不起 送醫後醫生判定 是腸胃道感染引發的高燒 索性經過住院治療救回一命 但健康亮紅燈也讓他萌生退役 有家庭跟你說他要睡覺嗎 對 但他說 他這樣做 沒辦法 我們做我們的經歷 來到陳樹菊阿嬤的家門口 鐵門緊閉看不出有人的跡象 陳樹菊弟弟表示 他因為身體還沒恢復完全 目前還在高雄的某間寺廟 低調靜養 不願被外界打擾 至於菜市場的工作 在五月正式退休後 會把菜攤傳給自己的侄子 繼續經營 記者唐全報導